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非常恨地球人 随后加梅拉开始搞破坏 毁坏了无数家园 因为年轻的妈妈为了救儿子陷入了危险 想男孩贪玩 还在玩自己鸟 早天赶紧去救下男孩 加梅拉开始进攻和平会议大楼 大炮拦住了她的去路 经过猛烈的攻击 加梅拉倒在地上 起身后 加梅拉愤怒了 开始疯狂破坏 此时早天变身成为奥特曼 奥特曼和加梅拉打在了一起 奥特曼摔倒了加梅拉 又被加梅拉扑倒了 加梅拉的弱点不怕炮弹 而是怕水 奥特曼在她身上喷出了大量的水 这让加梅拉十分的痛苦 倒在了泥土之中死掉了 随后 科特队秘密埋了加梅拉 日本又恢复了和平 故事到此结束 测试题来了 测试你选中的英雄能打败加梅拉吗 手机集图或按下暂停键选中图片 快来告诉我们你的答案吧 空间有更多精彩视频 欢迎大家前去观看 记得关注哦